三国最牛的长盛将军 赵云如此强悍 后人给了他一个称号 长盛将军 赵云生年不祥 常山正定人 他是蜀汉著名将领 于关于张飞 马超 王忠齐名 被刘备封为五虎上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 刘备攻取了一周 这基本上完成了诸葛亮当年定下的战略 跨有精益 人风喜事精神爽 刘备也是如此 在夺取一周之后 刘备开始闻功行上 朱葛亮 关于张飞 都封侯败相 并且都得到了很多赏赐 而早年就跟随刘备 梁宝教主 立下特殊功勋的赵云 却只得到一个镇远将军的封赐 这着实让人唏嘘不已 在外人看来刘备这样对赵云是不公平的 后人多离赵云教趣 不过赵云自己却不当一回 是 泰然对待 赵云得不到刘备的重视 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 一是赵云出生不一 并不是名门望族 二是刘备认为 赵云不堪大用 比较适合做自己的贴身保镖 渐行六年 赵云追随诸葛亮攻取汉中 负责抗击曹真 由于兵力悬殊过大 只能退守汉主 次年 赵云在成都病死 赵云病死之后 后主流禅十分悲痛 下赵约 云西从先帝 攻击戒主 朕已诱冲 射途艰难 爱事中顺 寄云危险 夫氏 所以蓄园勋也 外溢云一世 赵云死后 墓地在哪里呢 由于赵云生前 驻守在大义戎冰防枪 因此 他死后被安葬的大义 集成都市西七十公里处的 大义县的银亭山下 实书记载 赵云的坟种种大如小丘 一山而建 气势雄伟 四周有识气女强 古百森森 另外目前有清幽雅 镜的墓结构四合院建筑 正中树有高2.5米 宽一米的墓碑 尚客汉顺平侯赵云墓 七转体大字 两侧客有田径 对联施胆 永又江源富老 中魂牛状 蜀国山河 其实 最初的赵云墓 早已毁于战火 如今看到了赵云墓 都是后来多次修缮的结果 即便如此 一千七百多年以来 赵云墓地没有遭到盗绝 人们都说 这是神灵护用的结果 传说 在赵云墓地里埋藏着一件神兵 就是他生前使用龙胆亮银枪 赵云生前左手亲红剑 右手亮银枪 跨下白龙马 一身白亏白甲 二十万曹军乃去自如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